所以你说也没有一种文化不能论好坏 是吧 你某一方面来讲 你比如说日本这种你说被挤压的这个 我挺想知道 其实我看着一张张陌生的日本人的面孔 规规矩矩 那么样的爱干净 有任何垃圾先揣自己兜里 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怕影响别人 我有时候老会想 他们这个心里就是他们活的 咱们比如文化 我也觉得也有咱们的混沌 有咱们的自在 有咱们的痛快 他们就心里活的拧巴嘛 你得说那个什么叫好山好水好山河 后边还有一对脸 好不了 因为我刚到日本的时候 我就坐地铁 然后就坐地铁地铁忽然停了 然后那上面会写地铁为什么停 说有人跳轨了 我就吓死了 后来你会发现在日本 这好像不是说每天都有吧 但是挺频繁的 你经常回来 加强便饭 然后说有人跳轨了 其实后来我问日本朋友为什么 他说你想象你每天同样的时间 出发坐同样的早班车 到同样的会社 见同样的老板 做同样的工作 一份工作干到七十岁 你第二天再走上这个站台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跳下去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看到 有人跳轨了 现在我知道就好像很习惯了一样 他已经被格式化了 这个被格式化了很重要 我最近看一老头写一个文章 被我笑坏了 他说这个我现在早上起来 我这个呢 是去到车站的旁边 二十四小时店去买报纸 买完报纸以后呢 我就往回走 往回走呢 我就看着大家跟我过去一样 匆匆忙忙的 都是去上班 我就想过去 我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就想过去 我想的是什么 我到公司里要去做什么 他说我现在都没有了 但是往往回走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的前辈告诉我一句话 说人生六十到七十岁 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一个你退休了 你有钱了 你可以想自己做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耽误了 所以我赶快回家 我就要做自己小子 我正好在这期间 我到本年 我现在在黄金时代期间 你要珍惜 还是要当年一位背我 刚才这个蒋老师说这个事 很重要的一个 他就说 不管你是这个和魂中才 还是和魂阳才 和魂汉才 汉才 对 和魂汉才 和和魂阳才 对对对 不管你是什么才 看出岁数来了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魂 我们有个问题 我们有时候老缺魂 我们老说这人缺了魂 失魂落魄 对 我们现在什么是中国人的魂呢 你有时候说出来 你说什么是 也没法概括 你现在能说出来吗 什么是中国人的魂 苦中作乐 个人有个人的魂 他的这个和魂呢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日本精神的 他有个集体的魂 所以中国呢就比较松散 中国各说各的 就是我们尽管强调这个 大公公司 但真正生活中 你碰到这事是很少的 我早年就是九十年代 我去日本的时候 老老问道嘛 问道呢 那个人就居然跟你领特远的路 一直领到你问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走了 所以我在微博上写了一条 以后大概点击率在几百万 就是我有一次这个上班 上班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拍拍我 拍拍我干嘛 他说从我后背上 你这有一个红的 一条一个线 只有他砍得见 他说呢 我怕你回家有麻烦 你这个是不是因为 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 老太太是过来人 我就给他咔咔咔 写这哗哗的几百万的点 现在我的好奇是 那个到底怎么来的 对对对 是我呢 带红微博 我带红微博那天呢 我就没带的时候 你出来说 这大衣人不就有了吗 这个理由不错 不是您说这个 我当真想问你点八卦 就是我到日本 他们跟我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事 其实我就觉得 这是个特征重的民族 对一点小事啊 看的这个 就他们说啊 说这个 你要一个男孩子 请女孩子吃饭 如果这个女孩子答应了 就是说那基本上 都等于他愿意跟你 就是说至少是开始 发展关系这个意思了 就可以靠谱了 就是说比较靠谱了 是吗 是这样的 因为日本女孩子 不去 要是跟你 如果是吃饭的话 没你的关系的话 他肯定再教育人 他不会两个人 跟你去单独去吃的 然后呢 你必须不要制造机会 你说你对人家 日语叫萨索武 你对人家想劝人 人家觉得你的目的很清楚 我要是跟你想情的话 咱俩就去吃 我要跟你不想情的话 咱俩就找人吃 还有就是 我跟你支持可以 咱俩就是一夜情 咱们晚上去一个情人旅馆 就说哪了事 咱完事完 这怎么能够区分呢 就是这个夜情 我在日本吃了那么多 你说的都挺像的 谁知道你干什么 不要做告白 刚刚蒋老师讲 那日本人觉得 60岁到70岁是黄金年纪 我想到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有一个流行的离婚的 就女的离婚的一个习惯 就叫什么定年离婚 就是说这个男的 他等他这男的70多岁的时候 拿了一大笔退休金之后 再跟他离婚 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 你可以分一半的钱 是比较保护女性 还有一种 就是说死后离婚 就是说 这男的死了 说好女的 我终于可以跟他不想过了 我就死之后 我们千万不要葬在一起 我就一辈子忍他 你忍得不得了了 我死后千万不要跟他一起 就跟我们好像 对离婚的观点不太一样 我们要觉得 女的六七十岁离婚 可能会觉得 哎呀你看 都半辈子都过来了 干嘛还要离呢 他就觉得我现在60岁 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 我觉得好像 跟我们对于这种 离婚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就是说过去男主外 女主内 男人在家里边 回家大概就两句话 累的一天 已经跟狗死一样 就是吃饭没洗 然后敷了 这个洗澡 过泡泡水 就是两个事情 然后这个人退休了以后 觉得我自己是功臣 我养这个家 养了一辈子了 是吧 他会天天说这个 说那个 说这个说那个 过去他在公司里 他可以骂部下呀 对不对 现在回来他骂谁呀 他只能骂他老婆 对不对 骂他老婆的时候 他一开始回来以后 他就是一个大的心气了 从内装修开始 咱那家这么多点了 重新装 老婆被你装的 弄起来 对 但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定年离婚 就他说 暴增 对 但是呢 同样有这些事啊 我有一个 这个感觉 主要是从日本电影 电视剧上得来的 就是 他们不是那种 酷爹喊娘 那种 那种 撕啊 不是 他们好像 咱们那天请金语诚老师来讲 他这个小说里边 用上海话的一个词 叫不想 我想 就是你 我也老感觉 在日本影视剧里 你会看到 他们那个很多潜台词 好多这个感情 就已经 发生了 所以我就觉得 他要不说 他很多暧昧 这个啊 你看 呃 这个 您说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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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奇润一郎 他说这个 这个 阴逸之美里 他就讲到这个 原式物语啊 他说你看 为什么 他叫阴逸之美啊 他就讲 日本有一种 阴影美学 日本有个摄影师 最近我一个朋友 出画册 专门找他拍 这个摄影师拍的 都是黑暗的 但是因为 只有在黑暗当中 才能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调子 你知道吗 他就说 这是日本的这种 阴逸的这种美学 然后他就说 他说 你想想 在古代的时候 日本人的那个 生活环境 都一点烛光 然后那么多的 屏风 那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 帘幕 就是幽暗的 都看不清 然后他说 这个 呃 原式物语里 给原式公子 有一个命妇 给他找情人 说 说一个公主 然后呢 就说这个公主啊 呃 不知道是什么长相 也不知道 是什么性格 就是经常用 琴声 传达心情 哎 公子可以去见一见 去了那儿呢 这公主成天不出门 就在这屏风里头 去了那儿 这公子就在这听 公主都 不讲话 嗯 这个这个 原式公子说 哎呀 如果你这个 那大概意思 还是用诗的语言说 如果你看不上我 不如直接说 然后还是让身边的一个 丫鬟呢 或者一个什么人 代为传言 那意思 看上你了 好 看上你了呢 拉开屏风 就进去 这个寻欢 欢好 常常去优惠 但是呢 里边是黑的 从来就是这样去优惠 看不见这个人的长相的 这个公主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的 就终于有一天 优惠了很久 原始公子说 哎呀 今天外面啊 雪景很好 你不如出来 嗓嗓雪吧 这公主说 行 我打不打吧 就化完妆 一出去 到这个雪地里 哎 公子才发现 是个酒糟鼻子 才见到真相 对对对 是个红鼻子头 他就说 他说你看就是日本人 至少古代的 他这种男女之间啊 他是这样一种 前一年我去日本呢 就是有一回 就是特别想住 这个日本的 这个传统的旅馆 找到京都以后 找到最好的旅馆去住 非常的贵 非常的贵 然后当时呢 是因为 我当时记不住 是因为什么特殊情况啊 就是你如果不是提前一年 订房 你是订不上的 对 是吧 对 然后我去了 那就是好像京都的什么表屋啊 什么 还有什么探屋啊 什么 我记不住了 然后就去了 去了又住进去了 第一个事 我一进门先 撞我一满脸冒金心 门框 特别低 然后呢 进去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因为他几百年来他不动这个门框 原来过去日本人矮嘛 然后就撞门框上 因为我们撞门框是最可怕的事 是他的那个高度如果特低 正好是撞你脑门 对 整撞我这样个儿的脑门 撞我 坐在那一看呢 他过去的身高是一米五七嘛 我这房间呢 一看 二战术罗斯扶住 哎呦 这撞了一下就没白撞 直 感觉来了 感觉来了 然后呢 就翻看他的这个介绍 介绍把我震了 中国所有牛的这个酒店 他的介绍一定告诉你 我这大理石哪来的 我什么黄金把手 黄金马桶 全是往这个物质上的东西说 他说 这个本旅馆啊 本旅馆最有价值的呢 是冬季的时候 那个走廊前面那个楼梯下面 那个三角阴影中的 下午三点钟的阳光 这是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和景观 我当时惹晕了 我才想三点钟这个时间很尴尬嘛 出去回不来 你等着一天就过去了 你等着你要看这三点钟的事 你几天哪都去不了 然后他你仔细 我当时观察半天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 光是从哪来 他那种叫物哀啊 物哀那种美学 对 物哀这个词就是在 原始物 这个物语中的 一个极端的一个思想 所以我觉得他 这物哀到底是什么啊 有十七种解释 对 所以没有 像我们说的文化 文化有三十七种 就从物哀两个字中就可以理解了 你解释越多越没法理解 所以这正反映了东方文化的特点 要靠议会 对 其实就这样 这个两个汉字的组合 就够了 你解释十七个 他还可以解释出十八个来 就你反而不明白 就是物哀这两个字 就个人的理解 就是七一会嘛 就是你就见到这一次 会完之后就没有了 然后你就见着一次这个过来 你去了以后 后来我去了以后 一去以后 晚上就给你铺床嘛 一铺床 那个被子是麻的 特别扎 你穿着那种丝的睡衣 一进去很扎 然后我老婆说 这么好的宾馆 怎么贵 怎么那么扎 我就不能说 一说就土了 咱得忍着 这一宿都得忍着 扛着 它就是那个麻的那种 天然的 天然的 它就让你睡那个 我们今天认为最好的饭店 一定是最软的床 什么 这个最好的床 什么都是软软糊糊的 人家不是 让你感受这个 所以 虽然很贵啊 就是那种体会 我觉得是 就是非常值得的一种 您讲这个 我就想起 他讲这个一七一会 这一七一会呢 是这个日本这个 一个茶道历史上的 这么一句话 他就表示 这日本人 我还是说这个加藤周一 他说日本文化里 还有什么特点呢 此案性 此在 他不种彼案 他就是这个当下 就是这一下 一七一会 这个圆桌散了 咱们就没有了 对吧 就是只在当下 您讲这个就是 这个日本的茶圣 千里修 千里修呢 我去过他那个 特别有名的一个茶室 他当时呢 实际是服务于 这个风尘秀吉 最后他好像就是 被杀了还是死了 这个千里修 被逼着自杀 被逼着自杀 就是你知道 像风尘秀吉 这个属于这个 这个他算幕府吧 他实际还是豪门气派 对吧 然后这个千里修自己呢 他主张的这种 就是那种简陋啊 就是他的那个茶室啊 简素 简素 就是小的啊 就是他们叫二贴 一贴半 一贴半 然后进的那个门 就咱们这桌子这么高 你得像狗一样 必须的 查进去 然后呢 这个哎呀 就是这个一根旧的木头 一个柱子在中间 挂着一个很简单的话 主要是那个墙 那个墙啊 我跟你说 就跟咱们农村那个灶台上 而且不光是土墙 灶台上熏黑了 一样 那个一种黑不溜秋的 又透着点土那个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啊 因为我一个台湾做茶的朋友 也挺有钱 非要做这个 跟他一模一样的 日本有公司 就是说生成能仿制 但是你知道吗 他告诉我 心不出来 他这个计划做不下去了 因为他也很讲究 包括日本的公司 说这真的就跟那个熏黑的 那个效果啊 就这个倪强啊 他怎么看 就是跟千里修的那个 对 不一样 你别看那个 就是他就 然后我跟你说 就是就像您说的 午后的阳光 进来一点点 对 就是天井嘛 基本都是阴的 茶室必须有天井 对 然后就是每个时间的角度 这个 跪在那 这茶道主人会跟你讲 什么时候光线到什么 什么时候光线 对 那种幽暗啊 那种 然后就是所有的茶室 就您说那个 其实撞墙那个 那个有的时候 这门是让你故意的 为什么呢 就是让你到这儿以后啊 要有敬畏之心 茶室你进去了以后 过去武士 出征之前一定要进茶室 最后喝茶 为什么 你最后一低头的时候进去 就是说你所有的 你自我的东西都没有了 千倍 最后敬畏 你看日本的神社 你一进去都是那小碎石 碎石的子的路是不是 就是让你进去 你现在进入这个境界 和你原来的在世俗的时候不一样了 你现在要踩上 一听碎石 你自己就要肃然起敬 所以他呢 是做的 不断的让你各个事情 都要有敬畏之感 这个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点 任何事情 任何讲究礼仪化 程序化 被格式化 然后像包括 换起你的敬畏感 换起你的敬业感 这是他的特点 但是我再问一个 他们虚伪吗 如果你讲 一旦不能够把内心 在这个社会 不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 那不就是虚伪吗 你不虚伪不行吗 社会要求你是这样的虚伪吗 所以刚才我才跟马老师讲 我们在说 在日本 在日本的时候 你如果想了解 日本社会的时候 靠跟日本人聊天 是聊不出来的 你想听的 他根本两人说不到一块的 你看想了解日本社会 只能去读日本的书 而日本人在写书的时候 就像古琴人伊朗这样的 他干嘛心底里 所有这种被压抑的 他看他宣泄一般的 他可以把它写出来 包括那个太宰治 对 是吧 想死的心 跟五个女人要自杀的 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 跟五个女人 一会儿在自杀了 以后让人家自杀 但是他就说呀 你就只有到了日本 其实我老说 大家晒下日本文化 精致知美 这个那个说了很多 其实我就说 日本文化里面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就是把你 不能够说出来的东西 不能够宣泄出来的东西 他给你安排出来 所以日本文化 是一个很好的排育钩 排育钩 排出欲望 这一个钩 他们欲望还少啊 对 他这个 他有钩让你排出去啊 哦 对对对 蒋老师说的 因为他在日本待时间长了 对 不能随便说 您半个日本人 但是你对日本文化了解 肯定比我们都深刻的多 但是我们去看日本文化的时候 有时候会碰见一些事 你比如我做的事 我正好去日本去订做一套茶具 就找了一些日本的这个老师傅 我做了一套九宫壶 其中有一把壶 有一件事 对我教育很深 这个壶是这样 他把它烧出来以后 就像这样的茶壶 烧出来以后呢 他有第二道工序呢 叫枣卦 就是把海草晾干了 再绑在这个壶上 再烧一遍 然后上面有星星点点的那种幼稚 特别漂亮 这个事儿 这老头七十多岁了 大师级的 那你海草不就海里的吗 你找个人捞出来 晾干了你绑上去就行了 不 老头非得亲自去到海边去找这草去 其实当时就那个 他不管时间的 我们很着急 就是你不干完了 这个活 这个所有的事都干不了吗 就是找人帮他去捞草去吧 不行 七十多岁自个上海边捞回草 捞回草晾干 晾干你找个下手 帮你绑在这壶上 他把那个草绑在壶上 就跟一个鸟窝似的 这一个壶这么大 绑完这么大 一点一点都绑上去 他非得自己绑 绑完再去烧 就所有的过程 不假任何人之手 完全是自律对着内心说话 对着内心 这个太厉害了 我们在中国所有的工匠 都做不到这一点 他肯定 就是这徒弟 名字那个 所有的事 最后大师就剩一壳 盖一张 完事 马亚说 我们前两天刚去采访了 一个港山县 一个被钱烧的 一个人间国宝 他跟我讲 他说我的所有程序 在做的时候 我要和他说话 必须和我烧的 这个淘气 这个志愿 我们俩一直在 从我一开始 弄这个泥土的时候 我就跟他聊天 我就这么跟他聊着 包括他到 进去烧摇的时候 我在外边 我等 我是我在等着你 一会儿你会 很好的出来 出来以后 非常感谢你 你受了这么多苦了 你今天更容易 就跟我在一起 他是这个感觉 所以他在卖一个二手车 废车 他卖掉的时候 他要给这车鞠躬 感谢你赔了我这么多年 是吧 你辛苦了 现在我送你走 我们卖二手车 就先把表调了 不感谢这个事 你一百公里数先套 放着我讲讲 之前那唐昭提寺 他们修那个屋顶 是木头的屋顶 他们挑木头的 专门有一个挑木头师 就他要跟每个木头说话 说看看他适不适合 来当做挑屋顶 挑屋顶的木头 他一定要选择 最合适的那个木头 那个木头也愿意 给做成屋顶 这个也跟物碍有关 跟东方文化有关 就万物有灵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 物和人都是一体的 所以其实就马亦刚才讲这个 咱们一般讲俗了 就讲什么匠人形式 我不是说吹我自己 你看我也剪片子 是我的一个困惑 然后我为我自己 找到的一个解释 就是后来我发现 我跟这个剪辑师 剪剪剪 他就说 其实我们现在弄的 这个一针两针 他说我们这个熬夜 我们干的百分之五十的事 还少说了 都不是观众能感觉到的 感觉不到 那么你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吗 最后我想了想去 只能用信仰来解释 没有 我不这么做 观众也什么也看不出来 但是你只能说这是一种 你只能归结于 这是一种信仰吧 你不这么弄一下 你就觉得对不起你自己 对不起你自己 而且我觉得日本 是为这些信仰特别强 因为我特别喜欢 日本一个作家叫远藤周作 他是一个日本少见的 基督教的一个作家 他写宗教 他就是说 有一天有一个小说很经典 叫《沉默》 后来被拍成电影 他就是说 基督教就是在日本这个地方 开不出花来 就他那个本土性 可能无论是活在当下 不相信彼岸还是怎么样 就让他没有办法去信 别的宗教 所以他写那个沉默 非常非常地悲观 但是他那个小说我知道 但是他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基督教进入到了日本以后 特别九州的时候 他是直接奔着颠覆政府走的 所以就是颠覆幕府走的 所以幕府才会彻底地去震应 照您看来 您在日本住这么多年了 您觉得他们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咱们你刚才说那个暧昧 就是你不知道他哪个是真心话 你知道吗 你脱不准他最后的事情 而且呢 你永远不要想进入他的中心 你就是最后你就知道 你不管什么样的时候 你都肯定 你多么好的朋友 你肯定是有距离感的 你知道的 所以可能也正是这种态度啊 对啊 这样咱们很多国民看着他就讨厌 对吧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 一个这个华人的家长跟我说 啊这个你去帮我上学校 就给我采访采访 我这小孩在日本那儿老学校里受欺负 是吧 我去完了学校呢 我就去帮助咱们这干华文媒体的去吧 去完了以后呢 老师跟我说呢 这个赖我 是吧 说这我没给管理好 还让你们这个记者都跑过来 这我不好 一会呢 我带你去校长室 校长给你赔礼道歉 他说但是呢 我告诉你一个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 你们中国小孩跟日本小孩不一样 中国小孩跟日本小孩一旦要嚎了 说咱俩是好了伙伴了 就俩人要打着镖 你明白这意思吗 搂着抱着 穿一条户子 搂着抱着 但是日本的小孩 他从来讲 不需要肢体接触 除了咱打架 除了打架以外 没有什么手领着手抱着 不没有这个 你在日本 他在街头你去看看 有什么跨着搂着走 没有 中国的一看有闺蜜 什么的 很常见的 日本没有这个 他没有直直接触 所以这个时候 他跟人一包耳朵的时候 你就推他 这一推他 就觉得 语言还没过关呢 这不是被欺负了吗 这就是个文化 所以说 这还是 这从咱们一百年前 咱们这个 就有老师说过了 是吧 对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不管你是 佩服他 还是憎恨他 首先你要了解他 嘿嘿嘿 是什么说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江老师帮我们了解了 电影要是友善解口 然后摄影要是荒芜惊维 测草崇拜 对 好测草 排剧 讲日本一种文学题材 叫合歌的 那我们的原始文字 就有了 日本的茶上千里修 和那个太宰治 和张大师雅 照顾 aspir正 港山就是一个 备钱烧的人间国宝 dancing 着 到 出品 抽 这世界很酷